走近看台座位 但腳下有點不妙 欸 還滿深的欸 欸 很深欸 整片城市積水真的好危險 就怕會滑倒 得要非常小心 小心喔 你小心喔 不要跌倒 不要受傷 再三提醒 腳步務必要放慢放輕 因為積水不少 而地點就在 樂天桃園的主戰場 桃園棒球場 終止新賽季就要開打 不止草皮生長速度 不如預期 到內野R區的觀眾席 也因為下雨發現其他問題 我發現了 結果我們的座位區 還有嚴重的淹水的現象 而且那個座位區 還是內野R區 票價最貴的地方 積水主要在第一排的位置 水深測量大約三公分 但這幾天桃園的雨 明明就沒有很大 積水怎麼會如此嚴重 一人質疑 如果下大雨還得了 那目前市府已經 請雲運的公司 是針對場地積水的狀況 來進行改善 經過了解是因為 最近的風沙比較大 所以造成泥沙堵住排水口 那在清除相關的泥沙之後 積水的狀況也已經完成改善了 這一次近期的整修工程 主要有排水 草皮 照明和外野座位的看台改善 如今又增加了一項內野座位的淹水問題 球迷想要在主場看球 恐怕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 TVBS新聞大眾請來聽 討論資訊我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視頻 視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